嗨,我是羽衣之兔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來 587訂閱了 我不想要這個訂閱數字啊 可以幫我再多個訂閱 多訂閱一個人也好啊 鐵爛我588或589嗎 我不想當587啊 讓我來先說一下我的頻道 目前我的一個想法和規劃 之前才拍過 可是現在我又想講一講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規劃還算不錯 所以我想要持續下去 所以就拍影片告訴你囉 喜歡我的影片一定要給我按訂閱 按讚、按分享 還有留言跟我互動互動喔 也可以關注我的FB的粉絲團 還有IG喔 FB的粉絲團有不一樣的互動 還有專屬的社團 歡迎點擊搶先看 可以第一手看到我的消息喔 你是一個我發片 就馬上來觀看我的影片的人 就大概知道我最近的影片 是非常有規律的 不是再是東一塊、西一塊 左一塊、右一塊 東、西、南、北 那種各種不一樣的影片 我最近比較固定的是 禮拜三就是敗家系列的 就是包含了開箱啦 然後旅遊這樣子的一個影片 像旅遊的影片 其實我永遠很少在拍的 我幾乎就是拍開箱的影片 就是我到哪一個地方 想做的就是旅遊加開箱的影片 就是我可以在影片續續說 欸我去了哪個地方 如果有照片 我就會放照片 那就說我這個禮拜 我去了這個地方 我敗家了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開箱 那如果沒有敗家的話 就是純粹旅遊的影片 但是通常 最近比較固定的都是 我這個禮拜敗家了什麼東西 那一個月的話我想要做 因為我看很多國外的youtuber 都在做說欸我這個月 喜歡上了什麼東西 這個禮拜喜歡上了什麼東西 那我想要做一個月 一個月的話 可以來說欸我這個月 喜歡了什麼東西 買了拜 拜了這些東西 那我特別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我正在看喜歡上書 等等的 反正就是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影片 是我目前在想的 但是還沒有拍就是了 禮拜五的影片 會比較屬於是 學習跟分享的一個影片 比如說我看到了一個 還不錯的軟體 我想推薦給你 那我也會擺在禮拜五 那我在讀書學習到的時候 我會也是會擺在禮拜五 所以禮拜五的話 會是都比較是知識性的 如果你是想想看比較 知識性的影片的話 就是禮拜五 那你其實是看 想看輕鬆一點 不想要讀書 不想學習這麼多的話 那你就可以在禮拜三看 因為很多人想要看我就是 我買了什麼東西 拜家了什麼東西 或是買衣服的影片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可以固定住 所以我就是 禮拜三就是 比較屬於那種 拜家花錢 不用動腦的一個時間 但是我自己又想要做說 欸讓你們帶一些東西 回去學習的東西 所以我就 想了想 就擺在禮拜五吧 禮拜五就是 固定一個學習的時間 禮拜三固定就是 一個完全不用動腦的時間 希望你會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那你有什麼想法 意見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可以再做調整的 嗯 那我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我終於固定了我的 類型的影片了 算是一個小小的專心啦 因為我目前真的很想做這種 知識的學習 我覺得我可以在那邊 又再學習到 在寫著稿的時候 又可以再學習到一趟 因為你還要去版書去找那個 所以我又可以再學習 加深我的印象 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是還不錯的 做我想做的影片 禮拜五就是 純粹做我想做的影片 OK 那有什麼想法意見 就是留言啦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囉 希望看我的影片 可以讓你有美好的一天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影片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給我 訂閱按讚留言分享喔 也可以關注一下 我在FB的粉絲團跟IG喔 粉絲團記得按搶線看 才可以即時接收到 我最新的訊息喔 那就這樣囉 掰掰